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中国江苏省一名男子本月三日带着女朋友到当地一家影城看电影,不料在他们前排的另名观众竟开始打呼,引发事件争端,双方一言不合,男子竟拿出随身膝带的水果刀将对方紧动脉划破。 根据中国新浪报道,中国江苏省南京市一名男性厨师与女朋友在电影院看电影时,因不满前排观众打呼干扰观影过程,双方协议到影厅外的走廊谈判,男厨在整个过程中见打呼观众嚣张发护,又被其有人拳脚伤象,因此将随身攜带的水果刀拿出来。 男厨划开打呼观众的警斗脉,鲜血如泳裙般喷出,许多在场民众见状,连忙报警与呼叫救护车,打呼观众目前没有生命危险,尸首商人的厨师被当地警方依照蓄意伤人罪嫌处以刑事拘留,全案还有带当地警方进一步调查。